团进宅门去见了, 问其家里这些苦楚, 便封出二两银子来送他, 这是我分讽邪虚, 你拿去奉养父母, 到家并发奋家医用功, 辅考, 院考的时候你再来见我, 我还资助你的盘费。 匡抄人谢了出来, 回家把银子拿与父亲, 把官说的这些话告诉了一遍, 太公着实感激, 捧着银子在枕上望空磕头, 谢了本县老爷, 到此时他哥才信了, 乡下眼界浅, 见匡抄人取了暗手, 县里老爷又传进去见过, 也就在庄上, 大家约着送过贺芬到他家来, 太公吩咐解尖彼安礼, 请了一天酒, 这时残冬已过, 开印后宗师按林温州, 匡抄人扣辞别支县, 支县又送了二两银子, 他到府, 府考过接着院考, 考了出来, 恰好致县上缘门见学道, 在学道前下的衣柜, 说, 卑职这曲的暗手匡胸, 是孤寒之事, 且是孝子, 就把他行孝得是细细说了, 学道道, 事先弃实, 而后词章, 果然内行客敦, 文词都是墨译, 但左看匡胸的文字, 礼法虽略有墨清, 猜气是极好的, 贵县请回, 领教变了, 只因这一番, 有份叫, 婚姻地旧, 笑便衰于二清, 磕地取来, 心直细乎两绑, 未知匡朝人这一考的尽学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招一声高举诗谈, 话说匡太公自从儿子上府去考, 尿使仍旧在床上, 他去了二十多日, 就如去了两年的一般, 每日眼泪汪汪, 望着门外, 那日向他老奶奶说道, 第二个去了这些时, 总不回来, 不知他可有福气, 挣着进一个雪, 这早晚我若死了, 就不能看见他在跟前送终, 说着又哭了, 老奶奶劝了一回, 忽听门外一片声打的响, 一个凶神的人赶着他大儿子打了来, 说在机上赶急, 占了他摆摊子的窝子, 匡大又不服气, 红着眼, 向那人乱叫, 那人把匡大担子夺了下来, 那些零零碎碎东西, 洒了一地, 匡子都踢坏了, 匡大要拉他见官, 口里说道, 县主老爷献同我家老二相遇, 我怕你吗? 我同你回老爷去, 太公听的, 忙叫他进来, 吩咐道, 快不要如此, 我是个良善人家, 从不曾同仁口舌, 金官东府, 况且占了他摊子, 原是你不是, 央人替他好好说, 不要吵闹, 带累我不安, 他那里肯听, 气狠狠地又出去吵闹, 吵得邻居都来围着看, 也有拉的, 也有劝的, 正闹着, 潘宝正走来了, 把那人说了几声, 那人嘴才软了, 宝正又道, 邝大哥, 你还不把你的东西 拾在担子里, 拿回家去理, 邝大一头骂着, 一头拾东西, 只见大路上两个人, 手里拿着红纸帖子, 走来问道, 这里有一个姓邝的吗? 宝正认得是学里门斗, 说道, 好了, 邝尔香公公洗尽了学了, 便道, 邝大哥, 快领二位去同你老爹说, 邝大东西才拾完在担子里, 挑起担子, 领两个门斗来家, 那人也是保证圈回去了, 门斗进了门, 见邝太公睡在床上, 道了宫席, 把报铁升帖起来, 上写道, 捷宝贵府向宫匡汇窘, 蒙提学御史学到大老爷 许中越青县第一名人盘, 连科吉地, 本学宫宝, 太公欢喜, 叫老奶奶烧起茶来, 把筐打担了里的糖和豆腐 干装了两盘, 又煮了十来个鸡子, 请门斗吃着, 潘宝正又拿了十来个鸡子来贺习, 一种煮了出来, 留着潘老爹陪门斗吃饭, 饭吧, 太公拿出二百文来做宝钱, 门斗鲜少, 太公道, 我乃赤贫之人, 又遭了回路, 小儿的是, 老二未来, 这些需当甚吗, 全为一茶之尽, 潘老爹又说礼番, 添了一百文, 门斗去了, 直到四五日后, 匡抄人送过宗师, 才回家来, 穿着衣巾, 拜见父母, 嫂子是因回路后, 就住在娘家去了, 此时只拜了哥哥, 他各见他中了个相公, 比从前更加亲热些, 潘宝正替他遇起了分子, 则个日子喝学, 又借在安里白酒, 此番不同, 共收了二十多吊钱, 宰了两个猪和些鸡鸭之类, 吃了两三日酒, 和尚也来奉承, 匡抄人同太公商议, 不摸豆腐了, 把这剩下来的十几吊钱拔与他割, 又租了两间屋, 开个小杂货店, 嫂子也借了回来, 也不分在两处吃了, 每日寻的钱家里盘着, 忙过几日, 狂抄人又进城去谢支县, 支县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礼, 留着吃了酒饭, 叫他拜坐老师, 势必回家, 学历那两个门斗, 又下来到他家说话, 他请了潘老爹来陪, 门斗说, 学历老爷要传框向公去见, 还要进见之礼, 狂抄人恼了, 道, 我只认得我的老师, 踏着教官, 我去见他做什么, 有什么觐见之礼, 潘老爹道, 二相公, 你不可这样说了, 我们县里老爷虽是老师, 是你拜的老师, 这是私情, 这学历老师是朝廷治下的, 专营秀才, 你就中了状元, 这老师也要认得, 怎么不去见, 你是个韩氏, 金剑里也不好争, 每位封两千银子, 去就是了, 当下约定日子, 先打发门斗回去, 到那日, 封了禁剑里去见了学师回来, 太公又吩咐买个生理到祖坟上去拜店, 那日上坟回来, 太公觉得身体不大爽利, 从此, 并一日重死一日, 吃了药也再不得见效, 饭食也渐渐少得不能吃了, 匡抄人到处求神问补, 凶多吉少, 同个商议, 把自己向日那几两本钱替太公背后事, 店里照就不动, 当下买了一具棺木, 做了许多补衣, 合着太公的头, 做了一顶方巾, 预备停档, 太公奄奄在床, 一日昏溃得很, 一日又觉得明白些, 那日, 太公自知不济, 叫两个儿子都到跟前, 吩咐道, 我这病犯的桌了, 眼尽得望天的日子远, 入地的日子近, 我一生是个无用的人, 一块土也不曾丢给你们, 两间房子都没有了, 第二的侥幸进了一个学, 将来读读书, 会上进一层也不可知, 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 德行是要紧的, 我看你在校地上用心, 即使难得, 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 就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力见识来, 改变了小时的心事, 我死之后, 你溢满了福, 就积极地要寻一头亲事, 总要穷人家的儿女, 万不可贪图富贵, 攀高竭贵, 你各是个混账人, 你到底要敬重他, 和奉侍我的一样才是, 兄弟两个哭着听了, 太公明目而逝, 何家大哭起来, 狂超人呼天枪地, 以免安排庄联, 因房屋偏窄, 停放过了头七, 将灵叔送在祖营安葬, 满庄的人都来吊销送丧, 两弟兄谢过了课, 狂打照常开点, 狂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点, 那一日, 正从坟上垫了回来, 天色已黑, 刚才到家, 潘宝正走来向他说道, 二相公, 你可知道县里老爷坏了, 今日为了温州府二太爷, 来摘了印去了, 他是你老师, 你也该进城去看看, 狂超人次日换了宿服, 进城去看, 踩走进城, 那晓得百姓要留这官, 名罗罢是, 围住了摘印的官, 要夺回印信, 把城门大白日关了, 闹成一片, 狂超人不得进去, 值得回来再听消息, 第三日, 听得省里尾下安民的官来了, 要拿为首的人, 又过了三四日, 狂超人从坟上回来, 潘宝正迎着道, 不好了, 或是到了, 狂超人道, 什么或是, 潘宝正道, 到家去和你说, 当下到了狂家座下, 道, 昨日安民的官下来, 百姓散了, 上次叫这官密访围头的人, 已经拿了几个, 衙门里有两个没良心的差人, 就把你也密报了, 说老爷带你甚好, 你一定在内, 围头要保留, 是那里冤枉的事, 如今上面还要密访, 但这是那里定的, 他若访出事实, 恐怕就有人下来拿, 依我的意思, 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时, 没有官室就罢, 若有, 我替你维持, 狂超人经的手慌脚忙, 说道, 这是那里晦气, 多成老爹相爱, 说信于我, 只是我儿今那里去好, 潘宝正道, 你自信理想, 那出熟就往那出去, 狂超人道, 我只有杭州熟, 却不曾有甚相遇的, 潘宝正道, 你要往杭州, 我写一个字与你带去, 我有个房分兄弟, 行三, 人都叫他潘三爷, 现在不正私理冲立, 家里就在私门前山上住, 你去寻找了他, 凡是叫他照应, 他是个极慷慨的人, 不得错的, 狂超人道, 既是如此, 费老爹的心写下书子, 我今晚就走才好, 当下潘老爹一头写书, 他一年嘱咐哥嫂家里失误, 撒泪拜别母亲, 拴树行李, 藏了书子出门, 潘老爹送上大陆回去, 狂超人背着行李, 走了几天旱路, 到温州搭船, 那日没有边船, 只得到饭店全宿, 走进饭店, 见里面点着灯, 先有一个客人, 坐在一张桌子上, 面前摆了一本书, 在那里静静地看, 狂超人看那人时, 黄瘦面皮, 细细地几根胡子, 那人看书出神, 又是个近视眼, 不曾见有人进来, 狂超人走到跟前, 请叫了一声老客, 拱一拱手, 那人才立起身奈为礼, 兴卷直身, 瓦了帽子, 像个生意人模样, 两人须礼坐下, 狂超人问道, 客人贵乡尊姓, 那人道, 在下性警, 寒舍就在这五十里外, 因有个小店在省城, 如今网店里, 须, 因无便船, 悬在此住一夜, 看见狂超人待着方巾, 知道他是秀才, 便道, 先生跪出那里, 尊姓台福, 狂超人道, 小弟见姓邦, 子超人, 必出月清, 也是要住省城, 没有便船, 那警客人道, 如此甚好, 我们明日一同上船, 各自睡下, 此日早去上船, 两人同包了一个投舱, 上船放下行李, 那警客人就拿出一本书来看, 狂超人出事不好问他, 偷眼望那书上圈得花花绿绿, 是些什么诗词之类, 到上午同吃了饭, 又拿出书来看, 看一会又闲坐着吃茶, 狂超人问道, 昨晚请教老客, 说有店在省城, 却开的是什么宝店, 警客人道, 是投金店, 狂超人道, 老客既开宝店, 却看这书做甚吗, 警客人笑道, 你到这书单, 是带头巾做秀才的会看吗, 我航程多少名诗, 都是不讲八谷的, 不瞒狂先生你说, 小弟建号叫做锦兰江, 各处诗选上都刻过我的诗, 近已二十余年, 这些发过的老先生, 但到航程, 就要同我们唱和, 因在舱内开了一个箱子, 取出几十个斗方子, 来地狱匪匡人, 道, 这就是捉客, 正要请教, 匡超人自觉失言, 心里惭愧, 结果诗来, 虽然不懂, 假作看完了, 瞎赞一回, 景兰江又问 恭喜入判施那一位学台 匡朝人道 就是现在新任宗师 景兰江道 新学台是胡州卢老先生童年 卢老先生就是小弟的师友 小弟当时连聚的师会 杨直中先生 全雾用先生 加兴区太守公孙申夫 还有楼中堂两位公子 三先生 四先生 都是弟们文字之交 可惜有位牛不一先生 只是神交 不曾会面 匡朝人见他说这些人 便问道 杭城文汉楼选书的马尔先生 会叫做静的 先生想也相遇 景兰江道 那是做识文的朋友 虽也认得不算相遇 不瞒先生说 我们杭城名坛中 倒也没有他们这一派 确实有几个同调的人 将来到省 可以同先生相会 匡朝人听罢 不胜骇然 同他一路来到断河头 船进了岸 正要搬行李 景兰江站在船头上 只见一成轿子 斜在岸边 轿里走出一个人来 头戴方巾 身穿宝兰直多 手里接着一把白纸诗扇 扇柄上拴着一个方向牙图书 后面跟着一个人 背了一个药箱 那先生下了轿 正要进那人家去 景兰江喊道 赵雪兄久违了 那里去 那赵先生挥过头来 叫一声 哎呀 原来是老弟 几时来的 景兰江道 猜到这里 行李还不曾上岸 因回头望着舱里道 邝先生 请出来 这是我最相好的赵雪斋先生 请过来会会 邝超人出来 同他上岸 景兰江吩咐船家 把行李且搬到茶室里来 当下三人同坐了衣 同进茶室 赵先生问道 此位掌兄尊姓 景兰江道 这位是乐清匡先生 同我一传来的 彼此谦逊的一回坐下 泡了三碗茶来 赵先生道 老弟 你为什么就去了这些事 叫我终日盼望 景兰江道 正是为些俗事缠着 这些事可有诗会吗 赵先生道 咱们没有 前遇中汉顾老先生 来天竹进香 邀我们同到天竹 做了一天的诗 同正范大人告假省目 船只在这里住了一日 还约我们到船上 念体分韵 这诗扰了他一天 遇使寻老先生 来打斧胎的秋风 丢着秋风不打 日日邀我们到下处做诗 这些人都问你 现今胡三公子 替胡周卢老先生 争碗诗 送了十几个斗方 在我那里 我打发不清 你来得正好 分两张去做 说着 吃了茶 问 这位匡先生想也在想 是那位学台手里恭喜的 景兰江道 就是现任学台 赵先生微笑道 是大小儿童案 吃完了茶 赵先生先别 看病去了 景兰江问道 邝先生 你而今行李发到那里去 邝超人道 如今且拢文汉楼 景兰江道 也罢 你拢那里去 我且到店里 我的店在豆腐桥大街上 金刚四千 先生闲着 到我店里来谈 说吧 叫人挑了行李去了 邝超人背着行李 走到文汉楼问 马尔先生 已是回出舟去了 文汉楼主人认得他 留在楼上住 次日 拿了叔子到司前 去找潘三爷 进了门 家人回道 三爷不在家 前几日 凤差到台州 学到衙门办公室去了 邝超人道 几时回家 家人道 才去 怕不也还要三四十天功夫 邝超人值得回来 寻到豆腐桥大街 景家方金店里 景兰江不在店内 问左右店铃 店铃说道 景大先生吗 这样好天气 他先生正好到六桥探春光 寻花问柳 做西湖上的诗 绝好的尸体 他怎肯在店里坐着 邝超人见闻不着 指得转身又走 走过两条街 远远望见景先生 通着两个带方金的走 邝超人相见座衣 景兰江指着那一个马子道 这位是知见风先生 指着那一个胡子道 这位是浦墨清先生 都是我们师会中领袖 那二人问 此位先生 景兰江道 这是月清匡超人先生 匡超人道 小地方才在宝殿凤拜先生 下旨供出 此时往那里去 景先生道 无事贤有 又道 梁鹏相遇 岂可分土 何不到其亭小饮三杯 那两位道 最好 当下拉了邝超人 同进一个酒店 捡一副座头坐下 酒保来问要什么菜 景兰江叫了 一卖以前二分银子的杂块 两碟小吃 那小吃一样是炒肉皮 一样就是黄豆芽 拿上酒来 知见风问道 今日何以不去防学兄 蒲墨青岛 他家今日宴一位出奇的客 知见风道 客罢了 有什么出奇 蒲墨青岛 出奇的锦礼 你满银一杯 我把这段公案告诉你 当下知见风真上酒 二位也陪着吃了 蒲墨青岛 这位客姓黄 是悟臣的进士 而精选了 我这宁波府银县之县 他先年在经里 同杨直中先生相遇 杨直中却和赵爷相好 因他来这 就写一封书子来回赵爷 赵爷那日不在家 不曾会 景兰江道 赵爷官府来拜的也多 会不着他也是常事 蒲墨青岛 那日真正不在家 此日赵爷去回拜 会着 彼此叙说起来 你道奇也不奇 众人道 有什么奇出 蒲墨青岛 那皇宫尽与赵爷生的同年 同月 同日 同时 众人一祈祷 这果然奇了 蒲墨青岛 还有奇处 赵爷今年五十九岁 两个儿子 四个孙子 老两个夫妻妻媒 只却是个不一 皇宫中了一个进士 做人知献 却是三十岁上就断了弦 夫人没了 而今儿花女花也无 知简丰道 这果然奇 同一个年 月 日 时 一个是这般境界 一个是那般境界 盼然不合 可见五星 子平 都是不相干的 说着 又吃了许多的酒 蒲墨青岛 三位先生 小弟有个疑难在此 诸公大家参一参 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 月 日 时生的 一个中了进士 却是孤身一人 一个却是子孙满堂 不忠尽上 这两个人 还是哪一个好 我们还是愿做哪一个 三位不曾言语 蒲墨青岛 这话让匡先生先说 匡先生 你且说一说 匡超人道 二者不可得奸 以小弟于尽 还是做赵先生的好 众人一起拍手道 有礼有礼 蒲墨青岛 读书毕竟中进士 事个了局 赵爷各样好了 到底差一个进士 不但我们说 就是他自己心里 也不快活的 是差着一个进土 而今又想重进士 又想象赵爷的全服 天也不肯 虽然世间也有这样人 但我们如今 既舍疑难 若只管说 要合作两个人 就没得难了 如今依我的主意 只重进士 不要全服 只做皇宫 不做赵爷 可是嘛 支简丰道 不是这样说 赵爷虽拆着一个进士 而今他大功郎 已经高进了 将来明灯两榜 少不得封告乃尊 难道儿子的进士 当不得自己的进士不成 普墨青笑道 这又不然 先年有一位老先生 儿子已做了大位 他还要科举 后来点名 坚林不肯收他 他把卷子灌在地下 恨道 为这个小畜生 累我戴个假纱帽 这样看来 儿子的到底 当不得自己的 景兰将道 你们都说的是隔壁杖 都珍齐酒来 满满地吃三杯 听我说 支简丰道 说的不是怎样 景兰将道 说的不是道法三杯 众人道 这没得说 当下真上酒吃着 景兰将道 众位先生所讲 中尽是 使为名 使为力 众人道 使为名 景兰将道 可知道赵爷 虽不曾中尽是 外边诗选上 刻着他的诗几十处 行遍天下 那个不晓得 有个赵雪斋先生 只怕比尽是 想名多着理 说吧 哈哈大笑 众人都一气道 这果然说的快唱 一气干了酒 匡超人听的 才知道 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 景兰将道 今日我等雅集 几年娄子为孕 回去都做了诗 写在一个纸上 送在匡先生 下注请教 当下同初殿来 分路而别 只因这一番 有份教 交由天气色 又结婚姻 文字发光芒 更将选取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阅师会名是邪光二 访朋友书店回盘三 话说 匡超人那晚吃了酒 回来御厨睡下 次日清晨 文汉楼店主人 走上楼来 坐下道 先生 而今有一件事相伤 匡超人问是何事 主人道 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 要喝一部烤卷卖 要费先生的心 替我批一批 又要批得好 又要批得快 合共三百多篇文章 不知要多少日子 就可以批得出来 我如今扣着日子 好发于山东 河南客人带去买 若出的池 山东 河南客人起了身 就雾里一较睡 这书刻出来 封面上旧客先生的名号 还多挂有几粮选金 和几十本样书送于先生 不知先生可赶得来 匡超人道 大约是几多日子 批出来方不误事 主人道 须是半个月内有的出来 觉得日子宽些 不然就是二十天也罢了 匡超人心里算计 半个月料想还做得来 当年应成了 主人随即搬了许多的考卷文章上楼来 五间又备了四样菜 请先生做做 说发样的时候再请一回 出书的时候又请一回 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饭 初二 十六跟着店里吃牙鸡肉 茶水 灯油 都是店里供给 匡超人大喜 当晚点起灯来 提他补助手的批 就批出五十天 听听在桥楼上才叫四骨 匡超人喜道 像这样那里要半个月 吹灯睡下 自早起来又批 一日搭半夜 总批得七八十篇 到第四日 正在楼上批文章 呼听着楼下叫一声道 匡先生在家吗 匡超人道 是那一位 忙走下楼来 见是井兰江 手里拿着一个斗方卷着 见了座一道 后耻有罪 匡超人把他让上楼去 他把斗方放开在桌上 说道 这就是前日演极限楼自运的 同人已经挟起斗方来 赵雪兄看见 因为德语 不胜畅畅 因赵运也做了一首 我们要让他写在前面 指得又个人写了一回 所以 今日才得送来请教 匡超人间谛上写着 牧春齐厅小吉 通线楼字 每人一首诗 后面拍着四个名字是 赵杰雪斋手稿 井本惠兰江手稿 知恶剑锋手稿 蒲玉芳莫青手稿 看见纸张白亮 图书鲜红 真觉可爱 就拿来贴在楼上避肩 然后坐下 匡超人道 那日多扰大罪 回来晚了 井兰江道 这几日不曾出门 匡超人道 因主人家拖着选几篇文章 要替他赶出来发课 所以有失问候 井兰江道 这选文章的事也好 今日我同你去会一个人 匡超人道 是那一位 井兰江道 你不要管 快换了衣服 我同你去便知 当下换了衣服 锁了楼门 同下来走到街上 匡超人道 如今往那里去 井兰江道 是我们这里做过 中载的胡老先生的公子 胡三先生 他今朝小生日 同人都在那里聚会 我也要去诸寿 过来拉拉你去 当那里可以会的好些人 方才斗方上 几位都在那里 匡超人道 我还不曾拜过胡三先生 可要带个帖子去 井兰江道 这是要的 一同走到香辣店 买了个帖子 在柜台上 借笔写 卷满身筐窘袋 写完 聋着又走 井兰江走着 告诉匡超人道 这位胡三先生 虽然好客 却是个胆小不过的人 先年中载工去世之后 他关着门 总不敢见一个人 动不动 就被人骗一头 说也没出说 落后这几年 玄亏结交了我们 相遇起来 替他帮门户 才热闹起来 没有人敢欺他 匡超人道 他一个种宰公子 怎地有人敢欺 井兰江道 种宰吗 是过去的事了 他眼下又没人在嘲 自己不过是个诸生 俗语说得好 死之府不如一个活老鼠 那个理他 而今人情是势力的 倒是我这雪寨先生 师名大 府 愿 道 现任的官员 那一个不来拜他 人只看见他大门口 今日是一把黄伞的轿子来 明日又是七八个红黑帽子 吆喝了来 那蓝伞的官不算 就不由的不怕 所以 近来人看见他的轿子 不过三日两日 就到胡三公子家去 就一猜三公子也有些势力 就是三公子 那门守住房子的 房钱也给的爽利些 胡三公子也还只敢 正说的热闹 街上又遇着两个方金阔福的人 景南江迎着道 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加败收去的 却还要约那位向内投走 那两人道 就是来约长兄 寄遇着 一同行罢 因问 此位是谁 景南江指着那两人向匡超人道 这位是京东牙先生 这位是严志忠先生 指着匡超人向二位道 这是匡超人先生 四人骑坐了一个衣 一起同走 走到一个极大的门楼 知道是中载地了 把帖子交予看门的 看门的说 请在厅上坐 匡超人举眼看见 中间玉书匾额 中朝住十四个字 两边南木一字 四人坐下 稍请 胡三公子出来 头戴方巾 身穿匠色段之多 坟底造靴 三柳自须 约有四十多岁光景 三公子着实前光 当下同诸位坐了一 诸位诸寿 三公子断步赶当 又卸了诸位 奉坐 景东牙首座 严志忠二座 匡超人三座 景兰江市本地人 同三公子坐在主位 景东牙向三公子 卸了前日的饶 三公子向严志忠道 一向架在京师 几十道的 严志忠道 前日才道 一向在多门碧庆家 国子思叶周老先生家 坐居亭 因与通正范 宫日日相聚 经通正宫告家省目 约底同行 顺便反射走走 胡三公子道 通正宫寓在哪里 严供声道 通正宫在船上 不曾进城 不过三四日急醒 低音前日进城 会见雪凶 说道 三哥今日寿日 所以来凤柱续续扩坏 三公子道 匡先生几时道行 贵处那里 欲在何处 景兰江带达到 贵处月清 道省也不久 是和小弟一传来的 现今欲在文汉楼 选立刻考卷 三公子道 久仰久仰 说着 家人捧插上来吃了 三公子立起身来 让诸位到书房里坐 四位走进书房 见上面席间 先坐着两个人 放进白须 大模大样 见四位进来 慢慢立起身 严供声认的 便上前道 魏先生 隋先生都在这里 我们公医 当下坐过了医 请诸位坐 那魏先生 隋先生也不谦让 仍旧上席坐了 家人来宾 三公子又有客道 三公子出去了 这里坐下 景兰江 请教二位先生 跪乡 严供声带达道 此位是 建德魏体善先生 乃建德乡榜 此位是 石门 隋岑安先生 是老明经 二位先生 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选家 选的文章 一批海妹的 景兰江 着实打工 到其仰慕之意 那两个先生 也不问诸人的姓名 隋岑安 确认得京东亚 是那年初共到京 到监视相会的 因和他攀华道 东翁 在京一别 又是数年 因慎回府来走走 像是年满受职 也该荣选了 京东亚道 不是 近来不理来投冲的人 也甚杂 又因司官王 回处去做官 想了宁王 后来朝里又拿问了 刘太监 尝到不理搜体卷案 我怕在那里酒 惹是非 所以就告假出了京来 说着 捧出面来吃了 吃过 那位先生 隋先生闲坐着 弹起门来 魏先生道 近来的选事已发坏了 隋先生道 正是 前科我两人该选一步 振作一番 魏先生孤着眼道 前科没有文章 匡朝人忍不住 上前问道 请教先生 前科莫卷 到处都有课本的 怎地没有文章 魏先生道 此为长兄尊姓 景兰江道 这是月清匡先生 魏先生道 所以说 没有文章者 是没有文章的法则 匡朝人道 文章既是中了 就是有法则了 难道忠实之外 又另有个法则 魏先生道 长兄 你原来不知 文章是戴圣贤立言 有个一定的规矩 比不得那些杂篮 可以随手乱做的 所以一篇文章 不但看出 这本人的富贵福责 并看出国运的盛衰 红 永有红 永的法则 成 红有成 红的法则 都是一脉流传 有个圆灯 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来 也有合法的 也有侥幸的 必定要经我们选家批了出来 这篇就是传闻了 若是这一刻无可入选 只叫做没有文章 随先生道 长兄 所以我们不怕不忠 只是中了出来 这三篇文章 要见得人不丑 不然 只算做侥幸 一生爆愧 又问维先生道 近来那马静选的 三颗沉默 可曾看见 维先生道 正是他把个选是坏了 他在嘉兴 屈坛安 太守家走动 终日讲的是些杂学 听见他杂揽倒是好的 与文章的礼法 他全然不知 一味乱闹 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 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 叫子弟把他的批语 涂掉了毒 说着 胡三公子同了指剑锋 朴墨青进来 摆桌子 同吃了饭 一直到晚 不得上席 要等着赵雪斋 等到一更天 赵先生抬着一层轿子 又两个轿夫跟着 前后打着四只火把 飞跑了来 吓了叫 同众人作医 倒急 得罪 有泪诸位先生酒后 胡府又来了许多亲戚 本家将两席改做三席 大家围着坐了 席散 各自归家 匡超人到寓所 还批了些文章才睡 须止六日之内 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 就把在胡家听的这一席话 敷衍起来 做了个续文在上 又还偷着功夫 去拜了同期吃酒的这几位朋友 悬本已成 书店里拿去看了 回来说道 向日马二先生 在家雄文海楼 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 催着还要发怒 不想先生批得嫩快 我拿给人看 说又快又细 这是极好的了 先生住着 将来各书方礼 都要来请先生 生意多礼 引封出二粮选金送来 说道 课完的时候 还送先生五十个洋书 又备了酒在楼上吃 吃着 外边一个小厮 送将一个传单来 匡抄人接着开看 是一张松江间 折坐一个全铁的样式 上写道 景泽本月十五日 西湖燕吉 分运辅施 每位各出账 投资二星 金江在回诸位先生 台贤开丽余后 魏体善先生 隋慈安先生 赵雪斋先生 严志忠先生 蒲莫清先生 指剑峰先生 匡超人先生 胡米之先生 景兰江先生 共九位 下写同仁工具 又一行写道 尊坟约齐 送至御书堂 胡三老爷收 狂超人 看见各位名下 都画了只字 他也画了 随即将选金内 撑了二千银子 连传单交于 那小事拿去了 到晚无事 因想起 明日西湖上 需要作诗 我若不会 不好看相 便在书店里 拿了一本 诗法入门 点起灯来看 他是绝顶的聪明 看了一夜 早已会了 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 拿起笔来就做 做了出来 觉得比壁上贴的还好些 当日又看 要以惊而意求其惊 到十五日早上 大雪衣帽 正要出门 早见景兰江 同志见风来月 三人同出了青波门 只见诸尾都坐在一只小船上后 上船一看 赵雪斋还不曾到 内中却不见严共生 一问胡三公子道 严先生怎地不见 三公子道 他因范通证 昨日要开船 他把分子送来 已经回广东去了 当下一上了船 在西湖里摇着 普莫亲问三公子道 严大先生 我听见他家维利斯 有什么家难关事 所以到处乱跑 而今不知怎样了 三公子道 我昨日问他的 那是已经平复 仍旧立的是他二令郎 将家私三七分开 他令地的妾 自分了三谷家私过日子 这个倒也罢了 一刻到了花岛 中人都倚着胡公子 走上去借花园吃酒 胡三公子走去借 那里静关着门不肯 胡三公子发了急 那人也不理 静先生拉那人到背地里问 那人道 胡三爷是出名的签连 他一年有急西酒照顾我 我奉承他 况且他去年借了这里 摆了两西酒 一个钱也没有 去的时候 他也不叫人扫扫 还说煮饭的米 剩下两生 叫小四贝勒回去 这样大老官相身 我不奉承他 一席话 说得没法 众人值得一起走到 于公子一个和尚家坐着 和尚烹出茶来 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 三公子便拉了井兰江 出去买东西 匡抄人道 我也跟去玩玩 当下走到街上 先到一个鸭子店 三公子恐怕鸭子不肥 把夏尔挖来 戳戳蒲子上肉后 方才叫井兰江 讲价钱买了 因人多 多买了几斤肉 又买了两只鸡 一鲑鱼 喝些蔬菜 脚跟着小四先拿了去 还要买些肉馒头 中上当点心 于是走进一个馒头店 看了三十个馒头 那馒头三个钱一个 三公子只给他两个钱一个 就从那馒头店里炒起来 井兰江在棒劝闹 劝了一回 不买馒头了 买了些索命去下了吃 就是井兰江拿着 又去买了些笋干 盐蛋 熟栗子 瓜子之类 以为下酒之物 匡超人也帮着拿些 来到庙里 交与和尚收拾 支简锋道 三老爷 你何不叫个厨艺伺候 为什么自己忙 三公子吐舌道 厨艺就废了 又乘了一块银 叫小厮去买米 忙到下午 照雪斋轿子才到了 下轿就叫去乡来 教夫把箱子捧到 他开箱取出一个药风来 二前四分 地狱三公子收了 除下酒菜一旗 捧上来众位吃了 吃过饭 拿上酒来 照雪斋道 吾北今日雅籍 不可无师 当下念言分韵 赵先生念的是四支 魏先生念的是八旗 蒲先生念的是一东 胡先生念的是二东 景先生念的是十四汗 随先生念的是五威 匡先生念的是十五山 知先生念的是三江 分韵已定 又吃了几杯酒 各散进城 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十盒 把剩下来的骨头骨脑 和些果子装在里面 果然又问和尚 查剩下的米供几生 也装起来 送了和尚五分银子的相资 押家人挑着 也进城去 匡朝人与之见风 普莫清 锦兰江同路 此人高兴 一路说笑 勾留玩耍 进城迟了 已经昏黑 锦兰江道 天已黑了 我们快些走 知简峰已是大罪 口发狂言道 何妨 谁不知道 我们西湖诗慧的名士 况且 李太白穿着宫锦袍 夜里还走 何况才晚 放心走 谁敢来 正在首武足道高兴 忽然前面 一对高灯 又是一对提灯 上面写的字是 言不吩咐 那吩咐坐在教里 一眼看见 认得是知恶 叫人踩过他来 问道 知恶 你是本吩咐 言物里的寻商 怎么黑夜吃的大醉 在街上胡闹 只见风醉了 八脚不稳 前爹后冲 口里还说 李太白攻击夜行 那吩咐看见他带了方经 说道 衙门寻商 从来没有生 奸充当的 你怎么戴这个帽子 左右的 窝去了 一条链子锁起来 朴沫青走上去帮了几句 吩咐怒道 你既是声援 如何黑夜虚酒 带着送在儒学区 景南将见不是事 悄悄在黑营里 把匡超人拉了一把 往小巷内两人溜了 转到下处 打开了门 上楼去睡 次日出去访访 两人也不曾大受累 依旧把分运的诗都做了来 匡超人也做了 吉坎那位先生 隋先生的诗 写夫 常位都写在内 其余也就是文章 批语上采下来的几个字眼 拿自己的诗笔笔 也不见得不如他 众人把这诗写在一个纸上 共写了七八章 匡超人也贴在笔上 又过了半个多月 书店考卷课程 秦先生那晚吃得大醉 自早睡在床上 只听下面喊道 匡先生有课来拜 只因会着这个人 有份叫婚姻旧处 只为素氏之音 名誉龙石 不比石流之北 毕竟此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匡超人姓德梁鹏 攀子也横遭祸事 话说匡超人睡在楼上 听见有课来拜 慌忙穿一起来下楼 见一个人坐在楼下 头戴立金 身穿五段直多 脚下下没头厚底造靴 黄胡子 高颧骨 黄黑面皮 以双直眼 那人见匡超人下来 便问道 此位是匡二相公吗 匡超人道 见姓匡 请问尊客贵姓 那人道 在下姓潘 前日看见家兄姝子 说你二相公来上 匡超人道 原来就是潘三哥 慌忙坐一行礼 请到楼上坐下 潘三道 那日二相公赐过 我不在家 前日反射 看见家兄的书信 急在二相公为人聪明 又行过多少好事 着实可敬 匡超人道 小弟来省 特地投奔三哥 不想攻出 今日会见 欢喜至极 说吧 自己下去拿茶 有托书店买了两盘点心 拿上楼来 潘三正在那里看斗方 看见点心到了 说道 哎呀 这做什么 接茶在手 指着壁上道 二相公 你到省里位 和这些人相遇做甚吗 匡超人问是怎的 潘三道 这一般人是有名的呆子 这姓景的开头金店 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 一顿诗作的金光 他每日在店里 手里拿着一个刷子刷头巾 口里还哼的是 清明时节语纷纷 把那买头金的和电铃 看了都笑 二经折了本钱 只接着作诗为由 遇着人就借银子 人听见他都怕 那一个兴知的是 盐雾里一个寻商 我来家在衙门里听见说 不多几日 他吃醉了 在街上淫尸 被府里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 把寻商都急了 将来只好穷的堂食 二相公 你在课边要做些有想头的事 这样人同他混缠做甚吗 当下吃了两个点心 便丢下 说道 这点心吃的做什么 我和你到街上去吃饭 叫匡超人锁了门 同岛街上 私门口一个饭店里 潘三叫切一只整鸭 快一卖海参杂块 又是一大盘白肉 都拿上来 饭店里见是潘三爷 屁滚尿流 鸭和肉都捡上好的 鸡肥的切来 海参杂块 家卫用佐料 两人先蒸两壶酒 酒吧用饭 剩下的就给了店里人 出来也不算账 只吩咐的一声 是我的 那店主人盲拱手道 三爷请便 小店之道 走出店门 潘三道 二相公 你而今往那去 匡超人道 正要到三哥府上 潘三道 也罢 到我家去坐坐 同志一直走到一个巷内 一带青墙 两扇半截板门 又是两扇重门 进到厅上 一伙人在那里围着一张桌子赌钱 潘三骂道 你这一般狗才 无事便在我这里胡闹 众人道 知道三老爹到家几日了 送几个头钱来与老爹接风 潘三道 我那里要你什么头钱接风 又道 爷爸 我有个朋友在此 你们弄出几个 前来热闹热闹 匡超人要同他失礼 他拦住道 方才见过 罢了 又坐一怎的 你且坐着 当下走了进去 拿出两千钱来 向众人说道 兄弟们 这个是匡二相公的两千钱 放于你们 今日打的头钱 都是他的 向匡超人道 二相公 你在这里坐着 看着这一个管子 这管子满了 你就到处来收了 让他们再丢 扁拉一把椅子 叫匡超人坐着 他也在旁边看 看了一会 外边走近一个人 来请潘三爷说话 潘三出去看时 原来是开赌场的王老六 潘三道 老六 久不见你 寻我怎的 老六道 请三爷在外边说话 潘三同他走了出来 一个僻静茶室里坐下 王老六道 如今有一件事 可以发个小财 移进来和三爷商议 潘三问是何事 老六道 昨日前堂间衙门里 快手拿着一般光棍 在毛家铺轮间 见的是越青县大户人家 逃出来的一个石女 叫做荷花 这般光棍正见得好 被快手拾着了 来报了官 县里王太爷 把光棍每人打几十板子放了 出了差 将这荷花姐回乐清去 我这乡下有个财主 姓胡 她看上了这个丫头 商量若想个方法 瞒得下这个丫头来 行愿出几百银子买它 这时可有个主意 潘三道 差人是那个 王老六道 是黄球 潘三道 黄球可曾自己解去 王老六道 不曾去 是两个富差区的 潘三道 几十区的 王老六道 去了一日了 潘三道 黄球可知道胡家之事 王老六道 怎么不知道 他也想在这里面发几个钱的财 只是没有方法 潘三道 这也不难 你去约黄球来 当面商议 那人硬默去了 潘三独自坐着吃茶 只见又是一个人 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 说道 三老爹 我那里不许你 原来独自坐在这里吃茶 潘三道 你许我做什么 那人道 这离城四十里外 有个乡里人 施美青卖地媳妇与黄香府 银子都对了 地媳妇要守节 不肯嫁 施美青同梅人商议着要抢 梅人说 我不认得你家地媳妇 你须时说出个继任 施美青说 每日清早上是我地媳妇出来屋后报柴 你明日众人扶在那里 遇着就抢罢了 众人一计而行 到第二日抢了家去 不想那一日早 地媳妇不曾出来 使他乃眷报柴 众人就抢了去 隔着三四十里路 已是睡了一晚 施美青来要讨他的老婆 这里不肯 施美青告了状 如今那边要诉 却因蒋亲的时节 不曾写个婚书 没有平均 而今要写一个 乡里人不在行 来同老爹商议 还有这衙门李氏 都托老爹料理 有几两银子送作使费 潘三道 这是什么要紧的事 也这般大惊小怪 你且坐着 我等黄头说话里 须于 王老六同黄球来到 黄球见了那人道 原来好老二也在这里 潘三道 不相干 他是说别的话 阴同黄球 另在一张桌子上坐下 王老六同好老二又在一桌 黄球道 方才这件事 三老爹是怎个失伪 潘三道 他出多少银子 黄球道 胡家说 只要得这丫头荷花 他连使费一总干净 出二百两银子 潘三道 你想赚他多少 黄球道 只要三老爹把这事办得妥当 我是好处 多寡分几两银子罢了 难道我还得同你老人家争 潘三道 既如此 罢了 我家县住着一位月清县的相公 他和月清县的太爷最好 我托他去人情上弄一张回坯来 只说荷花已经解到 交与本人领去了 我这里再托人向本县弄出一个朱签来 到路上将荷花赶回 拔于胡家 这个方法何如 黄球道 这好得很了 只是事不宜迟 老爹就要去办 潘三道 今日就有朱签 你叫他把银子作速取来 黄球应落 同往老六去了 潘三叫郝老二 跟我家去 当下两人来家 赌钱的还不曾散 潘三看着赌完了 送了众人出去 留下匡超人来道 二相公 你住在此 我和你说话 当下留在后面楼上 起了一个婚书稿 叫匡超人写了 把与郝老二看 叫他明日拿银子来去 打发好二去了 吃了晚饭 点起灯来 念着回批 叫匡超人写了 家里有的是 豆腐干渴的假印 取来用上 又取出朱笔 叫匡超人 写了一个赶回文书的朱签 半壁 拿出酒来对饮 向匡超人道 像这都是 有些想投的事 也不枉费一番精神 和那些呆温缠身嘛 事业 留他睡下 此早 两处都送了银子来 潘三收进去 随即拿二十辆银子 递与匡超人 叫他带在御处做盘费 匡超人欢喜皆了 与便人也带些家具 与搁天本钱 书方各店也有些文章请他选 潘三一切事 都带着他分几两银子 身上渐渐光鲜 果然听了 潘三的话 和那边的名士来往西少 不绝住了将棋两年 一日 潘三走来道 二相公 好几日不会 同你往街上吃三杯 匡超人锁了楼门 同走上街 才走的几步 只见潘家一个小私讯来了 说 有客在家里等三爷说话 潘三道 二相公 你就同我家去 当下同他到家 请匡超人在里间小客座里坐下 潘三同那人在外边 潘三道 李四哥 许久不见 一向在那里 李四道 我一向在学到衙门前 今有一件事 回来商议 怕三爷不在家 而今挥着三爷 这是不愁不妥了 潘三道 你有什么事捣鬼话 同你共事 你是马蹄刀瓢里切菜 滴水也不漏 总不肯放出钱来 李四道 这事是有钱的 潘三道 你且说是什么事 李四道 穆京宗师案林绍兴了 有个金东衙 在部里坐了几年衙门 挣起几个钱来 而今向儿子进学 他儿子叫做金月 却是一字不通的 考期在即 要寻一个替身 这位学到的官方右颜 须是想出一个新法子来 这是所以要和三爷商议 潘三道 他愿出多少银子 李四道 绍兴的秀才 足足值一千两一个 他如今走小路 一半也要他五百两 只是眼下且难得 这一个替考的人 又必定是怎样装一个 何等样的人进去 那替考的笔资多少 衙门里使非共事多少 剩下的你我怎样一个分法 潘三道 通共五百两银子 你还想在这里投分一个分子 这事就不必讲了 你只好在他那边得些谢礼 这里你不必想 李四道 三爷就依你说也罢了 到底是整个做法 潘三道 你总不要管 替考的人也在我 衙门里打点也在我 你只教他 把五百两银子兑出来 封在当铺里 另外拿三十两银子 给我做攀费 我总包他一个秀才 若不得进学 五百两一丝也不动 可妥当吗 李四道 这没得说了 当下说定 约着日子来封银子 潘三送了李四出去 回来向匡抄人说道 二相公 这可是用得真你了 匡抄人道 我方才听见的 用着我 只好替考 但是我还是坐在外面 做了文章传递 还是进进去替他考 若要进去替他考 我竟没有这样的胆子 潘三道 不妨 有我理 我怎肯害你 且等他封了银子来 我少不得同你网上兴趣 当晚别了回狱 过了几日 潘三果然来办了行李同行 过了前堂江 以至来到绍兴府 在穴道门口 寻了一个僻静巷子寓所住下 此日 李四带了那童生来会议会 潘三打听的宗师挂牌 考会机了 三更十分 带了匡抄人 悄悄同到班房门口 拿出一顶高黑帽 一件轻补衣服 一条红大包来 叫他除了方巾 脱了衣裳 就将这一套行头穿上 富而低言 如此如此 不可有误 把他送在班房 盼三拿着衣帽去了 交过五谷 穴道三跑生堂 超人手直水火棍 跟了一班军牢业役 吆喝了进去 排班站在二门口 穴道出来点名 点到铜生金月 匡抄人递个眼色于他 那铜生是照会订了的 遍布归号 悄悄站在黑影里 匡抄人就退下几步 到那铜生跟前 躲在人背后 把帽子除下来 与铜生戴着 衣服也彼此换过来 那铜生直了水火棍 站在哪里 匡抄人鹏卷归号 做了文章 放到三磁牌 才交卷出去 回到下处 神鬼也不知觉 发案时候 这金月高高尽了 潘三同他回家 拿二百两银子 以为笔资 潘三道 二相公 你如今得了这一柱横财 这就不要花费了 做些正经事 匡抄人道 什么正经事 潘三道 你现金付也满了 还不曾娶个亲事 我有一个朋友 姓郑 在府院大人衙门里 这郑老爹 是个忠厚不过的人 父子都当衙门 他有第三个女儿 托我替他做个媒 我一向也想着你 年貌也相当 一向因你没钱 我就不曾认真地替你说 如今只要你情愿 我一说就是妥的 你且落得照在他家 一切行财下里的费用 我还另外帮你些 匡抄人道 这是三哥及相爱的事 我有什么不情愿 只是现有这银子在此 未甚又要你费钱 潘三道 你不晓得你这让人家浅房窄屋的 招进去 料想也不久 要留些银子 自己寻两间房子 将来天一个人吃饭 又要生男育女 却比不得在课边了 我和你是一个人 在帮你挤两银子 分什么彼此 你将来发达了 仇为不着我的情也怎的 匡抄人着实感激 潘三果然去和郑老爹说 取了庚铁来 只问匡抄人 要了十二两银子 去换几件首饰 做四件衣服 过了离去 则顶十月十五日入坠 到了那日 潘三备了几碗菜 请他来吃早饭 吃着 向他说道 二相公 我是梅人 我今日送你过去 这一席子酒 就算你请梅的了 匡抄人听了也笑 吃过 叫匡抄人洗了澡 里里外外都换了一身新衣服 头上新方巾 脚下新靴 潘三又拿出一件 新宝蓝段 直夺与他穿上 及时已到 叫两城桥子 两人坐了 叫前一对灯笼 竟来入坠 郑老爹家住在 巡抚衙门邦 一个小巷内 一间门面 到底三间 那日新郎到门 那里把门关了 潘三拿出二百钱 来坐开门前 然后开了门 郑老爹迎了出来 翁须一见 才晓得 就是那年回去同传之人 这一番结亲 真是素音 当下 匡抄人拜了丈人 又进去拜了丈母 阿九都平磕了头 郑家设席管带 盼三吃了一会 辞别去了 郑家把匡抄人 请进新房 见新娘端端正正 好和相貌 满心欢喜 何谨成亲 不必细说 此早 潘三又送了一席酒 来与他谢亲 郑家请了潘三来陪 吃了一日 仍然满月 郑家屋小 不便居住 潘三替他在书店 左近点了四间屋 价银四十两 又买了些桌椅家伙之类 搬了进去 请请邻居 买两十米 所存的这项银子 已是一空 海亏事事都是攀三帮衬 办得便宜 有海亏书店寻着 选了两部文章 有脊梁选金 又有样书 卖了些将就度日 到的一年有余 生了一个女儿 夫妻相得 一日正在门首闲站 互见一个轻衣大帽的人 一路问来 问到眼前 说道 这里可是月清 匡乡公家 匡抄人道 正是 台价那里来的 那人道 我是给世忠 李老爷拆往浙江 有书带于 匡乡公 匡抄人听见这话 忙请那人 进到客卫坐下 许书出来看了 才知就是他老是 因被参发审 审的餐款 都是虚情 依旧赋任 未及数月 刑取进京 受了给世忠 这番寄书来 约着门生进京 要照看他 匡抄人 留来人酒饭 写了禀起 说盲老师呼唤 不日整理行装 急来去叫 打发去了 随即借了他 割框大的书子 说宗师按林温州 奇迹地排一道 叫他回来应考 匡抄人不敢怠慢 向婚家说了 以免接丈母来作伴 他便收拾行装 去英遂考 考过 宗师着实称赞 取在一等第一 又把他提了U型 供入太学一野 他欢喜谢了宗师 宗师骑马 送过 依旧回醒 和盘三商议 要回了清香里去挂扁 树其干 到织锦店里 织了三件补服 自己一件 母亲一件 妻子一件 制备停荡 又在各书店里 约了一个会 每店三两 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 正要择日回家 那日景兰江走来厚厚 就要在酒店里吃酒 吃酒中间 匡超人告诉他这些话 景兰江这实现了一回 落后讲到盘三身上来 景兰江道 你不晓得吗 匡超人道 什么事 我不晓得 景兰江道 盘三昨晚拿了 已是下在间里 匡超人大惊道 那有此事 我昨日五间才会着他 怎么就拿了 景兰江道 千真万确的事 不然我也不知道 我有一个社亲 在县里当刑房 另早是舍亲小生日 我在那里住寿 满座的人都讲这话 我所以听见 竟是俯胎房排下来 县尊刻不敢还 三更天出差去拿 还恐怕他走了 将前后门都围起来 灯石拿到 县尊也不曾问什么 只把房的款单灌了下来 拔与他看 他看了也没得变 只朝上磕了几个头 就送在监里去了 才走的几步 到了堂口 县尊叫 差人回来 吩咐及内耗 同大道在一处 这人此后苦了 你若不信 我同你到舍庆家 去看看款单 匡超人道 这个好急 费先生的心 引我去看一看访的 是些什么事 当下两人回了帐 出酒店 一直走到刑房家 那刑房姓蒋 家里还有些客坐着 见两人来 请在书房坐下 问其来意 景兰江说 这必有要界线里 昨晚拿的潘三那人 款单看看 刑房拿出款单来 这单就粘在房牌上 那房牌上写道 访得潘子也 即潘三 本是景监棍 解潘子衙门引战身体 把持官府 包揽辞词诵 广放私债 毒害良民 无所不为 如此恶棍 岂可一刻 融流于光天化日之下 为此 排养该县 即将本饭拿货 严审揪报 以便暗律致罪 无为 火速 火速 那款单上开着十几款 一 包揽七饮前粮若干粮 一 私和人命几案 一 短节本线印文 即私动诸笔一案 一 假雕印信若干磕 一 拐待人口几案 一 重力波敏 威逼平人 身次几案 一 勾穿提学衙门 买主枪手 代考几案 不能细数 狂超人不看便罢 看了这款单 不觉搜的一声 混从顶门出去了 只因这一番 有分教 师生有情义 在地思罗 朋友各分章 难言难秀 毕竟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不一刻死无虎关 话说匡超人看了款单 灯时面如土色 真是分开两扇顶门骨 无数良兵叫下来 口里说不出 自信下想到 这些事 也有两件事我在里面的 倘若审了 跟究起来 如何乐得 当下通景兰江别了刑房 回到街上 景兰江坐别去了 匡超人到家 愁愁了一夜 不曾睡觉 娘子问他怎的 他不好真说 只说 我如今供了 要到经理去做官 你独自在这里住着不便 只好把你送到月清家里去 你在我母亲眼前 我便往经理去做官 做的兴头 再来接你上任 娘子道 你去做官罢了 我自在这里 接了我妈来做办 你叫我到乡里去 我那里住得惯 这是不能的 匡超人道 你有所不知 我在家里 日主有几个活钱 我去之后 你日食从何而来 老爹那边也是艰难日子 他那有闲钱养活女儿 待要把你送在娘家住 那里房子窄 我儿今是要做官的 你就是告命夫人 住在那地方 不成体面 不如还是家去好 现今这房子 赚得出四十两银子 我拿几两天的金金 剩下的 你带去 放在我哥店里 你每日之用 我家那里东西又贱 鸡 鱼 肉 鸭 日日有的 有什么不快活 娘子再三再四 不肯下乡 她终日来逼 逼得急了 哭喊吵闹了几次 她不管娘子 肯与不肯 净托书店里人把房子转了 拿了银子回来 娘子到底不肯去 她请了丈人 丈母来劝 丈母也不肯 那丈人正老爹 见女婿就要做官 则被女儿不知好歹 着实教训了一顿 女儿拗不过 方才允了 交易之传 把些家伙食物都搬在上 匡超人托阿舅送妹子到家 写字与他哥 说将本钱添在店里 逐日支销 则个日子动身 娘子哭哭啼啼 拜别父母 上船去了 匡超人也收拾行李 来到京师舰里给见 给见大喜 问着他又补了领 以悠行公布太学 一发喜机 向他说道 贤气 募金朝廷考取教习 学生料理 保管贤气可以取忠 你且将行李 搬在我御处来 盘缓几日 匡超人应诺 搬了行李来 又过了几时 给见问匡超人 可曾婚去 匡超人暗想 老师是位大人 在他面前 说出丈人 是府院的差 空惹他看清的笑 值得答道 还不曾 给见到 嫩大年纪 尚不曾娶 也是男子汉 标眉之后 但这事也在我身上 此晚 前一个老城管家 来到书房里 向匡超人说道 家老爷 拜上匡爷 因昨日谈及 匡爷还不曾 恭喜娶过夫人 家老爷 有意外生女 是家老爷夫人 自小抚养大的 今年十九岁 财貌出众 现在蜀中 家老爷 易于招匡爷 为生序 一切恭喜费用 据使家老爷 备办 不消匡爷费心 所以这小的 来向匡爷扣席 匡超人听见这话 吓了一跳 思量要回他说 已经娶过的 前日却说过不曾 但要云他 有空里上有爱 右转一念道 戏文上说的 菜状元昭 坠牛相府 传为佳话 这有何妨 即便应允了 给见大喜 进去和夫人说下 择了吉日 张灯结彩 倒陪数百斤装帘 把外甥女嫁于 匡超人 到那一日 大吹大雷 匡超人 沙帽远岭 金带造靴 先拜了给建公夫妇 一派戏乐 引进东方 揭去方中 见那新娘子 新小姐 真有沉于落雁之容 碧月修华之卯 人物又标志 嫁妆又齐整 匡超人 此时恍若亲见 瑶公仙子 月下长额 那魂铃都飘在九霄云外去了 自此 诸围脆绕 燕耳新婚 想了几个月的天赋 不想教习考取 要回本省地方取节 匡超人 没奈何 含着一包眼泪 值得别过了新小姐 回浙江来 一进杭州城 先到他原旧丈人 郑老爹家来 进了郑家门 这已经非同小可 只见郑老爹两眼 哭得通红 对面客位上一人便是他令胸框大 里边丈母豪天喊地地哭 匡超人下吃了 向丈人做了衣 便问 哥几时来的 老爹家门甚是这样哭 匡大道 你且搬进行礼来 洗脸吃茶 慢慢和你说 匡超人洗了脸 走进去见丈母 被丈母敲桌子 打板凳 哭着一场鼠说 总是你这天灾人祸的 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生生地送死了 匡超人此时才晓得 正是娘子已是死了 忙走出来问他个 匡大道 自你去后 弟父到了家里 为人最好 母亲也甚欢喜 那想的省里人 过不惯我们乡下的日子 况且 你嫂子们在乡下做的事 弟父是一样 也做不来 又没有个白白坐着 反叫婆婆和嫂子 服侍她的道理 因此心里着急 吐起血来 靠大娘的身子还好 导返照顾她 她更不过意 一日凉 两日三 乡里又没个好医生 病了不到一百天 就不在了 我也是猜到 所以郑老爹 郑太太听见了哭 匡超人听见了这些话 上不住落下几点泪来 便问 后事是怎样办的 匡大道 弟父一到了头 家里一个钱也没有 我店里是腾不出来 就算腾出些虚来 也不及时 无计奈何 只得把预备着娘的 一青棺木 都拔于她用了 匡超人道 这也罢了 匡大道 装炼了 家里又没处停 只得全坐在庙后 等你回来下土 你如今来得正好 坐宿收拾收拾 同我回去 匡超人道 还不是下土的势力 我想 如今我还有几两银子 打个拿回去 在你弟父坐机上 替她多添两层厚砖 气得坚固些 也还过得几年 方才老爹说的 她是个告命夫人 到家请回话的 替她追个相 把凤冠补服画起来 逢时欲劫 供在家里 叫小女儿烧香 她的魂灵也欢喜 就是那年 我坐了家去 与娘的那件补服 若本家亲戚们家请酒 叫娘也穿起来 显得与众人不同 哥将来在家 也要叫人称呼老爷 凡是力气踢同来 不可自己倒了架子 我将来有了地方 少不得连哥嫂 都接到任上 铜像荣华的 匡大被她这一番话 说得眼花缭乱 浑身都酥了 一总都依她说 晚间 郑家备了个酒 吃过 同在郑家住下 次日上街买些东西 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 递于她哥 又过了三四日 景兰将同这刑房的 讲书办找了来说话 建郑家房子前 要邀到茶室里去坐 匡超人近日口气不同 虽不说 意思不肯到茶室 景兰将揣之其意 说道 匡先生在此取接赋任 恐不便到茶室里去坐 小弟儿今正要替先生接风 我们儿今进到酒楼上去坐吧 还冠冕些 当下邀二人上了酒楼 真上酒来 景兰将问道 先生 你这教习的官 可是就有得选的吗 匡超人道 怎么不选 像我们这正途出身 考的是内庭教习 每日教的 多是熏妻人家子弟 景兰将道 也和平常教书一般的吗 匡超人道 不然 不然 我们在里面 也和衙门一般 工作 朱末笔宴 摆得停荡 我早上进去 升了工作 那学生们送书上来 我只把那日子用朱笔一点 他就下去了 学生都是殷习的三平以上的大人 出来就是都 府 提 阵 都在我跟前磕头 向着郭子健的基九 是我的老师 他就是现任中堂的儿子 中堂是太老师 前日太老师有病 满朝问安的官都不见 单只请我进去 坐在窗檐上 谈了一会出来 蒋星房等他说完了 慢慢提起来 说 潘三哥在监理 前日再三和我说 听见尊家回来了 意思要会一会 叙叙苦情 不知先生 你一下何如 匡超人道 潘三哥是个豪杰 他不曾遇事时 会着我们 到酒店里坐坐 鸭子是一定两只 还有许多羊肉 猪肉 鸡 鱼 像这店里前述一卖的菜 他都是不吃的 可惜而今受了累 本该进到间里 去看他一看 只是小店 金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 既替朝廷办事 就要照应着朝廷的赏罚 若到这样地方去看人 便是赏罚不明了 蒋星房道 这本城的官兵 不是你先生坐着 你只算去看看朋友 有什么赏罚不明 匡超人道 二位先生 这话我不该说 因是知己面前补访 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 便是我做地方官 我也是要访拿他的 如今到反走进监去看他 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 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 况且我在这里取节 愿力 私礼都知道的 如今摄若走一走 传得上边之道 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殿 这个如何行的 可好非你蒋先生的心 多拜上潘三哥 凡是心照 若小弟侥幸 这回去就得个肥美地方 道人一年半载 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 倒不知什么 两人见他说得如此 大约没得便他 吃完酒 各自散气 蒋星房自到监里 回府潘三去了 匡超人取定了结 也便收拾行李上船 那时先包荔枝 唐板船的头舱 包到扬州 再断河头上船 上的船来 中舱先坐着两个人 一个老年的 简筹直多 丝陶朱旅 一个中年的 宝兰直多 坟底造靴 都带着方巾 匡超人见是衣冠人物 便同他拱手坐下 问起姓名 那老年的道 尽姓牛 草字不依 匡超人听见 景兰江说过的 便道 久仰 又问那一位 牛不依待大道 此位冯先生 尊子卓安 乃此刻新贵 往京师会士去的 匡超人道 牛先生也进京吗 牛不依道 小弟不去 要到江上边 吴湖县地方 寻访几个朋友 因与冯先生相好 偶尔同船 直到扬州 地就告别 令上南京船 走长江去了 先生先相贵姓 今往那里去的 匡超人说了姓名 冯卓安道 先生是浙江选家 尊玄有好几步地 都是见过的 匡超人道 我的文明也够了 自从那年 到杭州 至今五六年 考卷 末卷 房书 行书 名家的稿子 还有四书奖为 五经奖书 古文选本 家里有各账 共是九十五本 第一选的文章 每一回出 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北直的客人 都争着买 只愁买不到手 还有个桌稿 是前年课的 而今已经翻课过三幅版 不满二位先生说 此无声读书的人 家家隆重的是小弟 都在书案上 香火蜡烛 供着仙如 筐子之身位 牛不一笑道 先生 你此言勿矣 所谓仙如者 乃已经去世之如者 金先生的上载 何得如此称呼 筐超人 红着脸道 不然 所谓仙如者 乃先生之位也 牛不一见得如此说 也不和他辩 冯卓安又问道 操选正的还有一位马纯上 选手何如 匡超人道 这也是弟的好友 这马纯兄礼法有余 才气不足 所以他的选本也不慎行 选本总以兴为主 若是不行 书店就要赔本 唯有小弟的选本 外国都有的 彼此谈着 过了数日 不绝已到扬州 冯卓安 匡超人 换了淮安船 到王家迎起汉 进京去了 牛不一独自搭江船 过了南京 来到乌湖 寻在福桥口 一个小安卫坐雨 这安叫做甘露安 门面三间 中间供着一尊 唯陀菩萨 左边一间锁着 堆些柴草 右边一间坐走路 进去一个人院落 大殿三间 殿后两间房 一间是本安一个 老和尚自己住着 一间便是 牛不一住的客房 牛不一日间 出去寻访朋友 晚间点了一盏灯 淫娥些什么诗词之类 老和尚见他孤踪 时常喂了茶 送在他房里 陪着说话到一二耕天 若遇清风明月的时节 便同他在前面天井里 谈说古今的事物 甚是相得 不想一日 牛不一病倒了 请医生来 一连吃了几十铁药 总不见效 那日 牛不一行老和尚 进房来 坐在窗檐上 说道 我离家一千余里 客居在此 多蒙老师傅照顾 不显而今 得了这个捉病 眼见得不济世了 家中并无儿女 只有一个妻子 年纪还不上四十岁 前日和我同来的一个朋友 又进京会逝去了 而静老师傅 就是至亲骨肉一般 我这床途乡内 有六两银子 我若死去 极烦老师傅 替我买具棺木 还有几件粗补衣服 拿去变卖了 请几种师傅 替我念一卷经 超度我生田 官就便寻那里一块空的 把我寄放着 财头上写 大名不一牛先生之旧 不要把我烧化了 躺得欲这个故乡亲戚 把我的丧带回去 我在九泉之下 也是感激老师傅的 老和尚听了这话 那眼泪止不住 纷纷地落了下来 说道 居士 你但放心 说凶得吉 你若过有些山高水低 这是都在我老僧身上 牛不一又正起来 朝着床里面席子下 拿出两本书 来递于老和尚 道 这两本是我生平所作的诗 虽没有什么好 却是一生相遇的人 都在上面 我舍不得淹没了 也教育老师傅 有幸遇着个后来的才人 替我流传了 我死也瞑目 老和尚双手接了 见他一丝两气 甚不过意 连忙到自己房里 煎了些龙眼莲子汤 拿到窗前 拂起来与他吃 已是不能吃了 勉强下了两口汤 仍旧面朝窗里睡下 挨到晚上 谈响了一阵 喘息一回 乌乎挨哉 断气身亡 老和尚大哭了一场 此时乃家境九年八月初三日 天气上热 老和尚忙取银子 去买了一具棺木来 拿衣服替他换上 让了几个安铃 七手八脚 在房里入殓 摆忙里 老和尚还走到自己房里 披了袈裟 拿了手机子 到他就前来念 往生咒 庄链停荡 老和尚想 那里去寻空地 不如就把这间堆柴的屋腾出来 与他停救 和邻居说了 脱去袈裟 同邻居把柴搬到大天井里堆着 将这屋安放了邻书 取一张桌子 供奉香炉 竹台 魂帆 巨个停荡 老和尚扶着临桌 又哭了一场 将众人安在大天井里坐着 烹起几壶茶来吃着 老和尚煮了一顿粥 打了一二十斤酒 买些面筋 豆腐干 青菜之类到安 殃及一个邻居烧锅 老和尚自己安排停荡 先捧到牛部依旧前店了酒 拜了几拜 便拿到后边与众人打散 老和尚道 牛先生是个异乡人 今日回首在这里 一些什么也没有 贫增一个人 支持不来 阿弥陀佛 却是启动众位施主来忙了那一天 出家人又不能背个什么摇转 只得一杯水酒 喝些素菜 与列位做作 列位只当是做好事罢了 休闲怠慢 众人道 我们都是烟火邻居 遇着这样大事 理该效劳 却又还破费老师傅 不当人子 我们众人心里都不安 老师傅怎的反说这话 当下众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吃完了 各自散气 过了几日 老和尚果然请了吉祥四八种僧人 来替牛部依拜了一天的梁黄产 自此之后 老和尚每日早晚客颂 开门关门 一定到牛部依旧前添血香 撒几点眼泪 那日定更十分 老和尚晚客一地 正要关门 只见一个十六八岁的小司 右手拿着一本经舍 左手拿着一本书 进门来坐在维托脚下 映着琉璃灯便念 老和尚不好问他 由他念到二更多天 去了 老和尚关门睡下 次日这时候 他又来念 一连念了四五日 老和尚忍不住了 见他进了门 上前问道 小谭月 你是谁家子弟 因是每晚到 平增这安理来读书 这是什么缘故 那小司做了一个一 叫生老师傅 插手不离方寸 说出姓名来 只因这一番 有份叫 立心做明事 有智者是进程 无意整家园 创业者成难守 毕竟这司姓甚名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明 念亲戚老父卧病 话说牛普郎 在甘露安里读书 老和尚问他姓名 他上前坐了一个一 说道 老师傅 我姓牛 舍下就在这前街上住 因当初在 蒲口外婆家长的 所以小名就叫做普郎 不幸父母都去世了 只有个家族 年纪七十多岁 开个小乡辣店 忽乱度日 每日叫我拿着惊蛇 去讨些舍账 我打从学堂门口过 听见念书的声音好听 因在店里偷了钱 买这本书来念 却是吵闹老师傅了 老和尚道 我方才不是说的 人家拿大钱 请先生教子弟 还不肯读 向你小弹月偷钱买书念 这是极上尽的事 但这里地下朗 有琉璃灯不是明亮 我这店上有张桌子 又有个灯罐 你何不就着那里去念 也觉得爽快些 普郎歇了老和尚 跟了进来 果然一张方桌 上面一个油灯挂 甚是幽静 普郎在这边乡读书 老和尚在那边打坐 每晚要到三更天 一日 老和尚听见他念书 走过来问道 小弹月 我知道你是想硬考 要上进的念头 雇买这本文章来念 而今听见你念的是诗 这个却念他责慎 普郎道 我们经济人家 那里还想什么英考上进 只是念两句诗破破俗罢了 老和尚见他出于不俗 便问道 你看这诗 讲得来吗 普郎道 讲不来的也多 若有一两句讲得来 不由得心里觉得欢喜 老和尚道 你既然欢喜 在念几时 我把两本诗与你看 报你更欢喜利 普郎道 老师父有什么事 何不与我看 老和尚笑道 且慢 等你再想几时看 又过了些时 老和尚下 想到人家去念经 有几日不回来 把房门锁了 便上托了普郎 普郎子心里一猜 老师父有什么事 却不肯就与我看 哄我想得慌 仔细算来 三讨不如一偷 趁老和尚不在家 到晚 把房门多开 走了进去 见桌上摆着一座香炉 一个灯盏 一串念珠 桌上放着些废惨的经典 翻了一跤 那有个什么事 普郎疑惑道 难道老师父哄我 又寻到床上 寻着一个枕箱 一把铜锁锁着 普郎把锁撑开 见里面重重包裹 两本紧面现状的书 上写牛布一诗稿 普郎喜道 这个诗了 慌忙拿了出来 把枕箱锁好 走出房来 房门依旧关上 将这两本书拿到灯下一看 不觉梅花眼笑 手舞足倒得起来 是何缘故 他平日读的诗是唐诗 文理深奥 他不甚懂 这个是诗人的诗 他看着就有五六分解的来 过此欢喜 邮件那题目上都写着 丞相国某大人 怀都学周大人 某公子携由英斗湖分韵 兼成令兄通正 与鲁太史化别 即怀王观察 其与某太守 某司马 某名府 某少尹 不已而足 普郎自想 这相国 都学 太史 通正 以及太守 司马 名府 都是尔金的 现任老爷们的称呼 可见 只要会做两句诗 并不要进学 终局 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 何等荣耀 音响 他这人姓牛 我也姓牛 他诗上只写了牛不一 并不曾有个名字 何不把我的名字 合着他的号 客气两方图书来印在上面 这两本诗 可不算了我的了 我从今就好做牛不一 当晚回家盘算 写了一页 次日 又在店里偷了几十个钱 走到吉祥寺门口 一个刻图书的 郭铁笔店里柜外 和郭铁笔共一拱手 作家说道 要费先生的心 刻两方图书 郭铁笔帝国一张纸来道 请写遵献 普郎把自己小名 去了一个郎子 写道 以方英文图书 刻牛普之印 以方阳文 刻不一二字 郭铁笔接在手内 将眼上下巴 普郎一看 说道 先生便是牛不一吗 普郎答道 不一是贱字 郭铁笔慌忙 爬出柜台来 重新坐一请坐 奉过茶来 说道 久以文的有位 牛不一住在甘露安 容易不肯会人 相叫的都是 贵官长者 施敬 施敬 尊章即捐上献丑 笔资也不敢领 此处也有几位朋友 仰慕先生 改日同道贵鱼拜访 普郎恐他走到安里 看出遥相 只得顺口达到 集成先生见爱 但穆金 也因邻居一路